首先呢,GK爸爸要推荐一下读墨电子书 它是提供全台湾最多的繁体中文电子书 最轻巧跨平台的阅读方式 无论是PC、手机、平板都可以阅读 还透过了云端技术可以同步阅读的进度 只需要单纯的享受阅读的乐趣就可以了 真的很方便 GK爸爸这几个月就在上面看了好多书 很棒哦,推荐给大家了 快来听故事了 有各种的故事 跟着GK爸爸 一起听故事 快来听故事了 有各种的故事 跟着GK爸爸 一起听故事 好听的故事 哈喽哈喽 欢迎收听GK爸爸原创故事绘本 我是GK爸爸 今天呢,要跟大家讲的故事呢 叫做《第一个登陆月球的河马》 作者是大卫·威廉 译者谢亚文 会者东尼罗斯 出版社是陈兴出版社 那这个故事啊,超搞笑的哦 我跟Casey都很喜欢 每次看都心情超好的 GK爸爸还特别写了一首歌哦 叫做《太空梦》 就是告诉大家 要跟故事里的河马一样 勇敢做梦 歌曲的最后呢 还加入一段 阿姆斯壮登陆月球 所说的一句名言哦 诶,小朋友 你知道阿姆斯壮是谁吗? 阿姆斯壮啊 就是第一个登上月球的太空人哦 也就是在1969年7月21日这一天啊 阿姆斯壮 执行一个太空任务 搭着阿波罗11号 成功登陆月球 是人类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刻哦 好哦 那先来听这首GK爸爸写的歌《太空梦》 再一起进入这个故事吧 我有一个大大的梦想 那就是想要飞到外太空 爸妈叫我要勇敢做梦 就算失败也要勇敢站起来 亲爱的朋友 我们一起努力加油 我们一起努力加油吧 我们一起努力加油 没有办法 哈啰哈啰 哈啰哈啰我是Casey 哈啰哈啰我是GK爸爸 今天要讲的故事很可爱很有趣哦 叫做 我们今天早上有录一本 今天晚上也要 对今天这一集再叫做 第一个登陆月球的河马 你说一次 第一个登陆月球的河马 耶没错 有两只河马哦 哦这是两只河马的故事哦 一只是男生一只是女生 一只是男生一个是女生嘛 这两只河马有同一个梦想哦 那就是呢 想要成为第一只登陆月球的河马 首先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一个 哦有一只超有钱的河马 叫做后亚郎钱多多金包银三世 他初前新建了一座超大的河马航空站 还有好把自己送上月球 哇他真的很有钱耶 他有好多的仆人 好多的手下 还有他的太空船 这里还有他的雕像 雕像上面已经写好了 后亚郎第一只登陆月球的河马 哇他的仆人和手下都在帮他 刷牙洗衣服 还帮他 哇锤背 还帮他把衣服 太空船的衣服 全部都穿好了 诶那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河马 哎呦没有那么有钱哦 他叫做 希拉 有一天早上呢 在河马呢 希拉就大声的说 我要当第一只登陆月球的河马 哎呦 其他的动物都吓到了 长颈鹿也吓到了 鳄鱼和老鼠在旁边都吓到说 哎呦这这么早就在那边吵死人 这在吵什么啊 老鼠在游泳 老鼠在游泳 对对对 那这边呢长颈鹿他的好朋友呢 就跟他说 可是可是希拉 你又没有火箭可以上太空 这个希拉河马说 阿凯 那我们就自己建一艘太空船啊 我们的河马向来就是勇敢做梦 勇敢做梦 勇敢做梦 我最爱做梦 我最爱做梦 我是勇敢的河马 哎呦这么早就在那边好吵哦 嘿嘿 于是啊 希拉的朋友动物们都动起来了哦 准备要帮他打造一艘火箭哦 你看刺蝟 刺蝟兄弟呢就说 哎动作快点快点 快点帮忙拿这个 帮忙拿这个竹竿 帮忙拿这个树条 大象亭娜呢 带回他能找到了一个超大又粗的树干 哇这个树干很大很大 好我要搬回去 大猩猩乔斯呢 拿来的最长的一条藤蔓 嗯 这个藤蔓不错哎 嗯 这个鸵鸟呢 阿德接获的任务 是收集一大坨 最臭的犀牛便便 好臭啊 好臭啊 臭鸟阿德拿了好多犀牛的便便 就这样过了好几天 好几天 好多个夜晚 动物们终于推出他们的太空火箭 好我们看一下 哇 应该说看起来有点像太空火箭的东西 只有一点点像 哇 希拉说 谢谢各位朋友 这是我专属的河马火箭 哇你看这个 这个他做好的这个火箭 长什么样子呢 是一个大树 大树造型的 而且上面还有盖了一些草皮 下面呢 整个包起来 就像包一个尿布一样 长得有点好笑 大树上面还写着梦想号 他们现在呢 只差点燃 犀牛便便 把希拉发射到外太空了 长颈鹿说 要怎么点燃啊 希拉说 把那两个全身长刺的小家伙拿来 摩擦屁股点燃火花 这两只刺猬呢 就摩擦摩擦屁股 就我就点燃了火花 就烧起来了 好准备出发咯 准备出发咯 希拉宣布 各位勇敢做梦 三 二 一 诶 希拉还来不及说射 老天就下起雨来了 怎么突然下雨了啦 雨下了下个没完 哎呦 天哪 就这么一下呢 就下了五个月都没有停 耶 希拉觉得 哦好失望哦 本来要可以出发了 终于 等到了好久 有一天呢 雨停了 希拉马上说 耶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我真的要发射去太空咯 来各位朋友们 请祝我成功 来我们一起 小朋友我们一起喊 三二一发射 然后 然后他的 他摩擦屁股 棒 对 来我们一起喊 三二一发射 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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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噢噢噢噢噢噢 好像邊放屁邊飛到天空了 哇一飛就飛超高的 飛到了外太空宇宙了 河馬看著地球越變越小 月球越變越大 可是呢太空深處正發生一場災難 是什麼災難 旁邊又有一艘了 那艘太空船就是厚亞郎 所以他們兩個是同時的發射過來 要到月球囉 哇 希拉忙著吃他的灌木三明治 沒有發現有東西朝他飛了過來 是一顆巨大的小行星 好大的隕石掉下來 把希拉整個撞了 他的太空船整個爆炸飛散了 所有的東西都變成碎片了 河馬火箭碎成了千百片 河馬嚇呆了 不停在太空中快速旋轉就這樣 跌進了月球 希拉吃驚的是 希拉掉到這個歐亞郎的身上 歐亞郎才準備要踏出他的月球的第一步 沒想到希拉就掉下來撞到他 剛好撞到歐亞郎 欸搞什麼鬼啊 哎呦哎呦 呃被罵抱歉 你在這裡幹嘛 我 我想要當第一個登入月球的河馬 這個馬你當不成了啦 因為我才是啊 我才是歐亞郎 錢多多金鮑鷹三世 記住這個名字哦 第一個登入月球的河馬就叫做這個名字 我們不能一起當第一個登入月球的河馬嗎 你不要再做夢了 也不照照自己的鏡子 還敢稱自己是太空河馬 你連河馬的太空衣都沒有 也沒有河馬太空車 也沒有火箭 給我滾回去 河馬火箭 馬上滾 希拉流著眼淚 被安慢的傷心的走向河馬的火箭 她的夢想瓦解了 結果希拉走到了這個月球上面的太空船 當引擎開始轟轟轟轟轟轟作響的時候 歐亞郎錢多多金鮑鷹三世連盲跑向火箭 欸等一下住手 那是我的河馬火箭啊 欸那一台是我的哎 發射 砰 這個希拉塞在太空船裡面 可是她過後希拉發現 她根本不知道怎麼開這一台河馬火箭 嗯好複雜哦 這個這麼多機器機關要按哪一個啊 我也不知道耶 進入地球的大氣層後 河馬火箭馬上起火了 沒過多久 河馬的屁股就燃燒得很像太陽一樣 又紅又熱 iso 希拉撞擊了地面的時候 發出一個轟天巨響 她一動也不動地趴在地上 無敵大的屁股 像是烤香腸一樣 滋滋作響 這些動物朋友們都跑過來了 长颈鹿他们说 喜拉 喜拉 大象也来了 喜拉 醒醒 好难过 亲爱的 是悲剧 四位也来了 他们怎么会 喜拉 怎么昏倒了 他的屁股冒也受伤了 这是丛林最悲伤的一天 大家都好难过 喜拉 后来呢 大家就正在哭的时候呢 在一个安静的时候呢 突然传来了一个声音 是谁放屁 这个是独一无二的屁股打嗝声 动物们全部都你看我 我看你 谁想得到 这个悲剧怎么突然变成 有人在放屁 是谁在放屁啊 喜拉 是喜拉 原来这个屁是喜拉放出来的 又来了 又来了 仔细听 好臭啊 好臭啊 这喜拉醒来了 什么东西这么臭 是你自己放的臭屁啊 可马的屁股 响测云霄 把他自己都振醒了 好臭哦 自己的屁怎么那么臭 刺蝟他们说 再来一次 那再来一次啊 再来一次啊 再来一次 刺蝟他们就抽到昏倒了 哎呦天哪 抽到我都流眼泪了 哎呦天哪 我都没办法呼吸了 我都没办法 哎呦 喜拉 他们夹着 他们动物们全部都夹着鼻子 大象也夹着鼻子 长颈鹿也夹着鼻子 大猩猩也夹着鼻子 因为实在是有够臭的 臭死了 哎怎么这样 哈哈有一个鸵鸟已经昏倒了 太臭了 那喜拉说 好臭哦 我自己都觉得好臭哦 哈哈哈哈 如今啊 喜拉成了第一个登陆月球的河马 红遍全世界 大家都为他欢呼 哇好棒哦 喜拉 你要说哈喽 你说好棒哦 喜拉 哈喽 好棒哦 喜拉 喜拉是最棒的 第一个登陆月球 勇敢做梦 没有人提起 比他找到月球的那个河马 就是厚亚啦 所以不管怎样 千万别把这个秘密告诉别人哦 OK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边哦 好我们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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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个踏踏的梦想 那就是想要飞到外太空 爸妈叫我要勇敢做梦 就算失败 就算失败也要勇敢站起来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朋友 我们一起努力加油吧 巴默不离巴黎不离巴黎不 我要飞到外太空 巴黎不离巴黎不 登陆月球 巴黎不离巴黎不 我要飞到外太空 巴黎不离巴黎不 勇敢做梦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朋友 我们一起努力加油吧 我有一个踏踏的梦想 那就是想要飞到外太空 巴黎不离巴黎不离巴黎不 就算失败也要勇敢站起来 亲爱的朋友 我们一起努力加油吧 巴黎不离巴黎不 我要飞到外太空 巴黎不离巴黎不 登陆月球 巴黎不离巴黎不 我要飞到外太空 巴黎不离巴黎不 勇敢做梦 亲爱的朋友 我们一起努力加油吧 亲爱的朋友 我们一起努力加油吧 Find me to the m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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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个故事中的河马希拉 是不是很勇敢做梦啊 她就算没有真的火箭可以飞到月球 她也努力地用自己的方式登录 虽然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 但还是不气馁 一世再世非常有毅力哦 我们也要努力追求自己的目标跟梦想哦 加油加油 好哦 小朋友 想不想要这一本第一个登录月球的河马 这一本绘本啊 赶快请爸爸妈妈到GK爸爸的脸书粉专抽奖 就有机会收到这一本可爱的书哦 那今天呢 GK爸爸要教大家的英文就是 Moon M-O-O-N Moon 也就是月亮月球的意思 Moon Moon M-O-O-N Moon surge of 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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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作的士兵 还有最文武双全的圣殿骑士 消除GK爸爸全身的疲劳 更有最高等级的皇家总司令 帮GK爸爸传送创作的魔法能量 目前呢限时活动 故事王国呢要送出绘本 还会有限定版的特别故事说给你听哦 加上100点的lightpoint给小朋友 还有GK爸爸王国限定可以用画笔 上色的着色图哦 也要给小朋友哦 现在呢只要点选资讯栏的赞助页面 就可以看到绘本书单详细内容 前三名加入还会送两本绘本哦 我们在故事王国相见吧 真的很需要大家的实质支持我 创作故事创作歌曲感谢大家哦 接下来是跟大家打招呼的时间了 那由于啊投稿打招呼的人真的好多好多哦 GK爸爸会优先呢 跟有参加mix bus赞助方案的人呢 先打招呼唱名哦 感谢加入GK爸爸的故事王国的小朋友们哦 我现在来唱名这些故事王国的小朋友哦 首先呢是 哥哥是品汉 妹妹品汐 他们最喜欢听的是猪太郎 哇 哈喽哈喽品汉 哈喽哈喽品汐 谢谢你们赞助GK爸爸哦 感谢你们的支持哦 还有接下来呢 还有赞助我的小朋友们 是 返凡凯与爱爱 还有乙云 还有文玄 敦云 还有米卡 哈喽 米卡米卡 还有小胡妹妹 也感谢你哦 还有雨涵 珍珍 凡亭 铺仔 铺仔 哈喽 还有远远哥哥 还有阿娃 阿娃阿娃 哈喽 云凡亭 还有哺哺 还有哺哺 哈喽哈喽 哺哺 还有李燕 还有小安 哇 这些啊 都是最支持GK爸爸故事王国的小朋友哦 你们都是我的圣殿骑士团守护着我 真的很感谢 很感谢你们哦 好 那接下来呢 是投稿 打招呼表单的小朋友哦 首先呢 是来自台中八岁的俊凯 哈喽哈喽 俊凯 哈喽 我的生日快要到了 七月三日 我喜欢听你的故事 每天都要听三个才会睡着啊 哇 感谢俊凯哦 感谢你哦 也祝你生日快乐哦 那接下来呢 是来自桃园巴德 六岁的邱比特 哈喽哈喽 他说 GK爸爸 我好喜欢 好喜欢你的故事哦 所以我要送你一兆颗心 哇 一兆颗 超多的耶 希望你可以写更多好听的故事哦 你是天下无敌的创作家 我每天都会很期待 听完故事再睡觉哦 哇 真的很棒耶 GK爸爸很感动哦 谢谢邱比特 接下来呢 是来自桃园五岁的妹妹 可亦 还有八岁的姐姐 可如 桃园的可如 可亦 想要跟GK爸爸打招呼 我们好喜欢你哦 GK爸爸 你的故事很好听 我们想要给你 一亿八千万颗星星 哇 我短短的几秒钟 我就去收集超多星星的耶 我是整个宇宙的星星都有了 感谢你们耶 他说 我们现在呢 在家里上课好久了 都听GK爸爸的故事 好喜欢 希望可以一直听到你讲故事哦 可以跟我们打招呼吗 GK爸爸跟QQ猪 你们都好好笑 超喜欢你们的 妹妹可亦 六月六号生日 姐姐可如 八月二十四号生日 希望可以听到 GK爸爸的生日祝福哦 谢谢你 好哦 可亦生日快乐 还有八月二十四号的 可如姐姐 生日快乐哦 感谢你们 那接下来呢 是来自高雄的五岁的 华华 哈喽哈喽 华华 谢谢GK爸爸故事 我要给你一百颗星 哇 我又收集了 哇 好快哦 好快就超多星的 你的故事很好听哦 期待你的更新 好 很感谢华华哦 那接下来呢 是叫做 来自中立的欧巴 七岁的欧巴 还有四岁的咪妹 哈喽哈喽 欧巴和咪妹 欧巴最喜欢啊 GK爸爸的 一起加油的歌 还有每天都要听到会唱了 咪妹呢 最喜欢GK爸爸的故事 每天都要听完才会睡觉 继续支持哦 好 感谢你们哦 感谢支持 接下来呢 是来自高雄 七岁的 返凡 哈喽哈喽 返凡 他写说 GK爸爸你好 我好喜欢听你的故事 我要给你一亿颗星 防疫期间 大家一起注意安全 要小心哦 哇 我又一亿颗星了 哇 我可能是 星星之王耶 超级多的 感谢凡凡哦 那接下来呢 是来自 新加坡的 六岁的 Aria 还有四岁的 Lan 还有三岁的 Joe 哇 这个三宝 三个宝贝 哇 我有收到你们的影片哦 我有看到你们一起跳 一起加油 超可爱的 一起唱歌 而且我还有分享在我的粉专脸书上面哦 可以去看看哦 我有粉专分享在上面哦 他说 好喜欢GK爸爸的QQ猪 探猪狼那一系列 还有觉得Casey很好笑 觉得QQ猪很好笑 喜欢我的频道 每天都要听 很期待 我们也有练唱一起加油 希望GK爸爸有看到哦 有有有 有看到哦 超可爱的 你们三个人的动作都很可爱 记得给GK爸爸五颗星 没错 记得给我五颗星哦 谢谢你们 来自新加坡的 Aria 还有Lan 还有Joe 谢谢你们 那接下来呢 是来自台北六岁的 云凡婷 哈喽哈喽 云凡婷 她说 好喜欢探猪狼 尤其是猪猪 每次听都觉得好好笑 不过觉得探猪狼跟Q猪 好像哦 对 其实 他们的声音是一样的哦 我还有帮一起加油想动作 我有叫爸爸妈妈录影 不知道 GK爸爸有没有看到 我好想要和大家一起跳舞哦 有 我也有看到哦 超可爱的 还有 我好喜欢猪豆子 那个姐姐的声音 好可爱 可以再找姐姐来配音吗 谢谢GK爸爸说好笑的故事 我都好喜欢哦 好哦 那个姐姐 我有机会再找她来配音哦 感谢大家的支持哦 谢谢云凡婷 接下来是来自台北七岁的小帅 哈喽哈喽 小帅 她说 我很喜欢GK爸爸的故事 白天的时候 除了上课时间啊 休息 我都一直听GK爸爸的故事 现在已经全部听完了 每天都在等更新哦 上次 你有跟我的好朋友 豆豆品轩打招呼 我也期待听到 你跟我打招呼哦 好哦 感谢你哦 还有我要给你最高五颗星 再一百颗星 哇 感谢小帅 谢谢你 小帅 小帅帅 好 接下来呢 是来自新北市中和的七岁丹丹 8月12号是我的妹妹 面面的生日 每天最后都要听GK爸爸的 好听歌声入睡 希望GK爸爸或是小编 能够及时在8月12号前 为我可爱的妹妹唱首生日快乐歌 谢谢GK爸爸 哇 我没有小编哦 所有都是GK爸爸自己本人来回复大家的留言 还有回复大家按赞啊 还有分享哦 所以只有GK爸爸一个人在作业 哇 真的很忙很忙 都没有时间休息耶 好 我唱 唱歌给面面听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绵绵 嗨 绵绵生日快乐 接下来呢 是也是丹丹耶 刚刚那位新北市中和的七岁丹丹 她是7月3号生日 我也祝你生日快乐哦 丹丹 哈喽哈喽 谢谢丹丹 接下来是来自台南 即将满三岁的冠元哦 超级喜欢 GK爸爸说故事 因为专注听故事 更能够自己独处看书啊 玩玩具 少了很多开电视的时间耶 哇 很棒哦 这样很棒哦 我们做家长的也非常感谢GK爸爸 冠元7月初就要满三岁了 哇 那现在已经满三岁了耶 所以希望能收到GK爸爸的生日快乐 哈喽哈喽 冠元3岁生日快乐哦 接下来呢 是来自内湖7岁的子星 哈喽哈喽子星 子星最喜欢啊 GK爸爸探猪狼的故事 重复听了很多遍耶 他想要跟GK爸爸说 7月23号就要生日了 可以听到 听到GK爸爸说生日快乐吗 OK啊 生日快乐哦 子星 哈喽哈喽 谢谢你 接下来是来自板桥10岁的 意腾 哈喽哈喽 意腾 谢谢GK爸爸每天讲故事给我听 防疫歌很好听哦 我很喜欢 我要给GK爸爸无限个爱心 哇 很感谢意腾哦 谢谢你 那接下来呢 是8岁的王子乔 哈喽哈喽 王子乔 7月20号生日啊 哇 祝你生日快乐哦 王子乔 谢谢你 接下来呢 是来自新北新庄的 7岁的黄绍翔 黄绍翔 哈喽哈喽 他说GK爸爸你好 我是绍翔 每次听GK爸爸讲故事 我都好开心哦 最喜欢听探猪狼的 鬼灭之刃 常常听 好好听哦 哇 谢谢你 下个月的7月18号 是我的生日 好希望可以听到 GK爸爸唱生日快乐歌 给我听 我很开心哦 哇 7月18号已经到了 好 那我就唱给你听哦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黄绍翔 Happy birthday to you 谢谢 OK 接下来呢 是来自台中四岁的小君 哈喽哈喽小君 他说GK爸爸 QQ猪啊实在太搞笑了 我想要点一闪一闪QQ猪 好想要跟GK爸爸和Casey 玩直播变脸游戏哦 哇 我之前有直播变脸哦 大家有去看吗 在脸书上面哦 好 感谢小君哦 谢谢你 接下来呢 是来自 新竹的六岁的仔仔 和两岁的鱼鱼 哈喽哈喽仔 哈喽哈喽鱼鱼 故事里的QQ猪好好笑哦 我最喜欢听GK爸爸说故事了 一边写作业 一边听故事 请GK爸爸帮我加油 给GK爸爸100颗星 哇 很感谢哦 谢谢仔仔和鱼鱼 接下来呢 是来自桃园中立的 要生五年级的云昊 和要生三年级的鱼鱼 哈喽哈喽 云昊和鱼鱼 兄妹两个每天都很期待 GK爸爸的更新 一有更新啊 就马上听完哦 哇 感谢GK爸爸 每周都有新的故事 也最喜欢QQ猪 Q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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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音 也常常在家唱 一起加油的歌 希望GK爸爸 一家和乐 大家都能够平安度过疫情哦 哇 很感谢 云昊和新宇的 妈妈 或是爸爸 感谢你们的支持哦 谢谢 OK OK 那接下来呢 是来自大班五岁的 泰玉 还有准备要上小一的 六岁的香香 哈喽哈喽 泰玉 哈喽哈喽香香 你们的妈咪 有话要对你们说哦 香香姐姐 有时候啊 可以多让弟弟 去尝试一些事情哦 不要把弟弟管得太紧哦 好吗 OK 那接下来呢 泰玉弟弟啊 如果想要上厕所啊 就要去哦 不要因为憋尿 不小心就尿湿裤子了 这样啊 让爸爸妈妈好伤脑筋哦 而且啊 记得上完厕所之后呢 衣服不要扎到内裤内 哇 这样很丑耶 丑丑的哦 吃饭的时候呢 要认真哦 不要吃的掉东掉西 乱七八糟的哦 摸过食物的手啊 千万不要乱摸头发 因为这样头发会很黏 很油哦 还有啊 记得要早点睡觉哦 不要爸爸妈妈关灯之后呢 跟姐姐舍不得睡 还在房间内聊天玩耍 到凌晨耶 哇 要早点睡啊 明天起床啊 又是新的一天了哦 OK 好吗 有听到吗 泰玉 还有香香 感谢你们收听 GK爸爸的故事哦 感谢你们哦 要听妈妈的话哦 也要听爸爸的话哦 谢谢你们 OK 那今天呢 打招呼就先到这边了 感谢大家的收听了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